想追上特斯拉的电动车销量并不容易 但美国这间百年车厂 却在另一个市场找到契机 根据通用汽车计算 美国人生活的每16公里以内 一定会有一间通用的经销商 无论是要修理燃油车或电动车 都是最方便的选择 但特斯拉向来没有传统经销商的配置 再加上有车主反应 保修时间拖太久 也让通用汽车看见商机 这名老牌经销商依旧有它的优势 Mazda unveiled a $10.6 billion spending plan to electrify its vehicles on Tuesday The Japanese automaker raised its sales target for electric vehicles to up to 40% of total global sales by 2030 随着全球各国纷纷搭上电动车潮流 日本第五大车厂 马自达也终于加入战局 宣布砸下台币3,280多亿 投入电动车研发 至于本田汽车将与 出报今年9月才正式成立的 Sony Honda Mobility预告搭载PS5的首款电动车 将于2025年展开预售 而首席营运长川熙全表示 特斯拉不提供任何内容服务 但对Sony来说搭载PS5的汽车 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Sony负责电子技术和网路等研发 本田则专注在汽车的硬体开发和生产 就在电动车发展成了趋势 各大厂的持续投入 也让电动车竞争变得更加百热化